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這幾集我們都經常提到 就是那本很有用的書 《藥都不能吃了媽》 作者認為這個不要被藥物綁架了你的健康 是史上最完整的藥品安全報告 裡面曾經很大膽地公開了一對說話 頭痛的原因就是頭痛藥 而也有一本書寫著 不再吃藥頭痛就會好 這句說話是誰說的呢 原來在日本有一本書 它叫做1.2雜誌出版的 可能未必翻譯了做中文 不再吃藥頭痛就會好 看到這本書很多萬性頭痛的人都大吃一驚 原來作者是日本首屈一指的 專門醫頭痛的醫生 就更加令你驚訝了 這本書作者是一個專門醫頭痛專家 這個作者叫做清水俊賢 意思是東京女子醫學大學 腦神經中心的頭痛悶診的講師 這是一個專家的專家 他這樣說 他說 鎮痛藥只是將感受痛苦的神經回路阻斷 對成為腫痛原因的炎症 是沒有什麼抑制的效果的 頻繁使用 只會暫時將腫痛染色過去 藥效會越來越差 另外呢 腦神經細胞也會變得敏感 即使小小的刺激都會覺得很痛 患者開始雖然打算用藥抑制的頭痛 但頭痛的次數會增加 使用慢慢成為一種慢性頭痛 症狀也會惡化 淪為藥物過度使用性的頭痛 症狀也會叫做藥物過度使用性的頭痛 我們聽過頭痛 通常有緊張性的頭痛 扁頭痛 血循環的頭痛 你有沒有聽過藥物使用性的頭痛 新的頭痛 記住說這些說話的人 是一位頭醫專醫頭痛的醫生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都聽到一些客人 或者一些風間的朋友 都是這樣說 哎呀 頭痛了 吃一些頭痛藥 聽他們說真的越吃就越多 越吃就越痛 從來他們真的沒有想過 原來就是你一不吃藥 其實那個頭就不痛 好了 很明顯寫這本書的 《不再吃藥,頭痛會好》 啟蒙大眾的清水醫生 真的非常勇敢 將真相公諸於眾 對這些頭痛藥真痛藥中 拿取龐大利益的藥商 是一種非常不想見到的行為 對於來說這本書 真的是他們頭痛的來源 沒錯 沒有錯 看到這本書他們就會頭痛的了 好了 《清水醫師揭發的秘密》 原來我們知道 原來藥物過度使用的頭痛 這種新的病名 顧名思義就是用太多藥 超過四十歲的民眾 如果每個月頭痛五六次以上 無法脫離鎮定劑 就會懷疑 就是藥物過度使用頭痛的疑慮 即是普通人間中 對 可能會緊張 睡得不好之類 但如果你是四十歲 超過四十歲的人 每個月五六次 其實已經開始懷疑 其實這個頭痛 都是藥物的 對 要搞好頭痛 千萬不要再吃頭痛藥 這個好像黑漆笑話 但這就是真相 很多時候都真的聽到他們 都是這樣說 但是主要的成因 都要徹底去找一下 究竟什麼令到你去頭痛 不是就說 一有少許痛的時候 就立刻去拿藥物 而成為了濫用藥物的頭痛症狀 而且很多時候 那些人一停藥 就會直接頭痛都很厲害 這很明顯 藥物的依賴可怕 還有我們以前所說的 輕反真中度是一樣的 沒錯 其實這個頭痛來說 都是很常見的情況 袁醫生 來到我們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Octimile Center 求醫頭痛的人士 你會用什麼方法去處理他們 其實在過去 我們都關於自然醫療頭痛的方法 我們都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次 一般來說 這本書是第一次把頭痛剃掉 頭痛剃掉 在安靜的地方休息一下 不要再吃 不要再動 睡覺 其實透過素食小食 這本書很強調 我經常講過斷食 斷食的方法 其實為什麼很多人在斷食裡面 會好得回來呢 當然斷食這方面 我是幾十年前來香港 都經常被很多團體邀請去講 因為早期香港沒有什麼 沒有人會講這些 我當時都幾十年了 七十年 八幾年 八幾年 我經常被邀請去講 斷食是其中一個 我經常去提倡的 原因就是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群 Natural Hygene 一個團體 Natural Hygene 專門用生食、斷食、能醫發病 當時在多倫多有這個團體 我和妹妹經常參加她的活動 亦都看了很多她的書籍 所以我對斷食、生肌飲食 是有相當足夠的認識 所以來到香港 我經常去跟大家提倡 想不到這本書的作者 都有提到 最簡單就是休息 休息日斷食、少吃些 其實很簡單 因為很多頭痛的成因是食物敏感 如果你是有食物敏感 你斷食期間當然不會有機會 吃到敏感的食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然斷食期間 令到你身體的消化系統 進行了一種很全面的休息 現在新的資料已經越來越明顯 所以說出其實我們大部分的病 是由我們食道的狀況引致的 如果我們腸裡面的食道健康狀態 反映我們整體的健康狀態 甚至乎你的腸裡面有什麼好的菌 你的身體就有什麼好的健康 所以我們看到在飲食方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看到為什麼斷食 讓腸道一個徹底的休息 對很多人的健康問題都可以 因此而解決得到 這是第一 當然除此之外 我們在適當時會用同樣療法的療劑 療劑要視乎那個人的整體狀態 人物性格 還有病因之類的 譬如有時候我們發現那個頭痛 可能曾經是頭部受傷 對此之後就經常出現這些問題 當然我們會選一個療劑 是處理它因為頭部受撞擊而引致的毛病 可能它除了頭痛之外 可能情緒又低落 我們同類療法是有這些 比較上是針對這種狀況 出現病的問題 沒錯 就選擇適當的療劑 要來到憑醫生 30年的臨床經驗 在同類療法那裡 要配備藥品 是的 我講起這件事 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在我們很久 幾十年了 他自己家裡有一個 好像他弟弟有疑作癌 當然很痛苦 問我有什麼止痛藥 我都給你解釋 第一 在同類療法 沒有什麼止痛藥 不止痛藥 當然我們的療法 可以令到人的痛楚消失 但我們不是一種止痛藥的目的去醫 好像大家大眾所認識的止痛藥 其實我們只能夠治療病人的整體狀況 所以很難這樣告訴你 他有什麼病 就要我配養 是真的很難做的 雖然這樣說 我都可以試一下 比如有些美其病症的病人 想盡量安樂死 死得舒服一點 我也有些工具 有些療劑可以給他 但結果他就沒有來拿 原因是家裡有些雜聲 反對聲音 他家裡有很多兄弟姐妹 不是他一個人說的 這是我們跟大家分享很多次的 要成功接受到我們的治療 有四個條件一定要滿足到的 第一 你們的病人的態度 是不是真的有誠意來找我們 第二 家裡有沒有人支持 或者有沒有反對 我們通常有一個病人 如果他有家人和有人陪他來 通常他們的成功率會高很多 是高很多的 一個很孤單的人來到 他有什麼病也好 我都知道他們那個癒後是會差很多 是是是 第三 有沒有好像我們的醫生 我這樣的醫療的能力 我這樣的醫生真的懂得醫的 最後就是那個病人有沒有跟不跟進 我們健康的道路是要自己走的 是 我作為醫生的工作 就是指導你 讓你不要走那麼多冤枉路 很多時候那些病人 就為了省了醫療費用 很多時候就自己去東革歐西革 其實自己去東革歐西革 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要了解 你的代價就是你會走很多冤枉路 是不是 作為一個醫生 他最有價值就是他的診斷 他的諮詢 其實這個最有價值 不是他給什麼藥你吃 那些 但是很多人就 經常都是 就是 搞不清楚這一點的 我記得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有一個老師 他是一位西醫 他在我大學教書 原因是他有三個兒子 都是在那一學校讀的 他於是他就放棄了做醫生 在歐里根 就搬到Vermont 在這間學校做一個其中一個教授 他就說了一個故事給我聽 他說 有一間工廠 就出現那個水管 就是出現障礙 那整間公司就是停止了 做不到 不可以開工 那他就找了一個水象 一個水喉的師傅 就來幫他看 那水喉師傅拿著一個 一個大鎚仔 拿著士班拿 就去檢查那些水管 那他在東看西看 看到一些地方 他就敲一下他 然後敲一下他 一路一路這樣跟 那跟到最後 他就說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然後拿鎚仔 就大力敲幾下 然後那個水的運作 就復活了 那當然了 那老闆問他 那多少錢啊 我會收你大概一千元 那老闆說 哇 那我需要這麼貴 敲幾下就要成千元 他說 不是不是不是 敲那裏我只是收你一百元而已 但知道B柱要怎樣敲 在哪裡敲呢 我就收你九百元 其實很多時候 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醫療方面的概念 是不搞門清的 其實醫生的判斷 醫生的諮詢 其實是最有價值的 很多人捨得早些治療 買療程 就不捨得看醫生的 這是一個很錯的 是 是 以為自己 因為現在網上的資訊 資料也很發達 很容易 很多時候 有人以為 我自己上網去查一下 就知道了 但其實有時都真的需要 好像醫生一樣 在實質的臨床經驗上 而是做了一個正確的判斷 才可以說到弱道病除 是的 我當然也很歡迎大家 現在因為網上的資料 包括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聽的人 全世界都有 希望大家可以從中 找到一些正確的資料 但記住不要忘記 因為我也知道 很多地方 是找不到好的自然療法醫生 是很少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自己求助自己 網上的資訊其實都可以的 但有時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個醫生 在這附近 能夠用得到 你就不用了 你自己很吃虧 我常常見到一些病人 可能十年之前見過他的 當時處理過他的問題 他可能還沒處理得到 可能他來一兩次 很短時間 十年之後回來 你會看到他的問題 仍然在這裏 他仍然在這裏 都找到西裏 找不到 Anyway 這就是我們實在的經驗 我剛才所說 如果有時 剛才所說的頭痛 我知道余醫生 也會用其他 一些另外的方法 剛才我提到過 普遍可能因為 食物敏感 吃了一些不對的東西 所以累積了 令到我們身體肝臟的負荷 出現了頭痛 所以就可以用一個斷食的方法 或者有時未必一定是食物敏感 那余醫生會用什麼方法呢 我們其實在診所裏面 我們用很多所謂的 所謂比較屬於低科技 不是高科技 我們沒有什麼做 植物注射 注射一些 Ozong 或者傷水 或者Glutophil 很多人都用維他命C 那些植物注射 我們在香港 因為我們沒有自然醫療的執照 不像加拿大 加拿大就是有我們的執照 所以我們可以做很多 比較高科技的治療 大家可能都聽過 碗腸 碗腸是我們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早然是第一個 將引進來香港 由香港發展到其他附近的國家 所以碗腸是我們經常用到的工具 因為毒素內聚 是一個主要的病因 大腸污染 百病重生 是很真的 很多人在最近 我在報紙上也看到 香港的腸癌 第二大殺手 其實數字一直在飙升 但是仍然保持 腸癌是第二大癌症殺手 所以我用碗腸 我們會用食療 我們有很多營養補充劑 我們有一個叫做整體的身體的症狀平衡 那個條例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病徵出現 很多時候這個病徵 只不過代表身體整體有些問題出現 最後就表現在這些病徵 但是一般人看到這些醫生 都是叫醫生處理病徵的 但是如果我們往往只是處理病徵 不去深一步處理整體的狀態 這個病徵其實是不能夠根治的 或者效果都是不太顯著的 當然我們來的病人 很少是一個簡單的病 通常都是很多很多病 其實根本上 如果他們簡單的病 可能在外面 或者在我們健康店買了一些營養補充劑 或者一些方法 其實很簡單他們就已經解決了 其實就是沒有解決到根源 所以就recurrently又回來 很多時候我們遇到的情況 都是比較複雜一些的病 多數是長期病患 或者慢性的問題 通常都不是多一個 很明顯在我們的治療處理 我們很難只處理幾種病 癌痛病、胃病或者什麼之類 我們通常要整個 我們就用一個很詳盡 有幾百個問題的問卷 了解病人整體的狀態 用電腦分析就知道 他身體有哪些器官 例如心肺問題 或者糖處理問題 或者肝膽問題 或者消化問題 一系列 還有可能內分泌 甲上線、腎上線、腦碎下體 從那裡我們了解之後 我們就用一系列的濃縮食物 來處理它 跟大家分享過 身體是什麼做出來的呢 身體百分之一百 食物的營養做出來的 要維修身體的工具 肯定是食物營養 是最主要的 是唯一真正有效的工具 所以在這個層次 我就會用這個 生物的生化平衡的做法 當然我們都跟大家 開始講了很多的 其實大部份的病人是腸道 大部份的問題都是 腸道為主 接著是呼吸系統 我們是要調理腸道的 我們有特別的食物 記住也要用一個大麥草的早餐 加著酵素的飲品 就是抑菌等等 這是一種比較大路的 當然我們也有很好的工具 譬如我們有一個檢查身體的方法 就用心跳的變異方法 有一本書 有一本台灣的醫生寫了一本書 我跟大家介紹過 《藥要健康必須要搞好治療神經系統》 這本《藥都不能吃了媽》也有強調的 身體的折瀏神經系統 受壓之下 很多病會出現的 沒錯 就用這個簡單的心跳易變的方法 了解病人的體質去到哪裡 如果體質是很差的 大家都知道 處理維修的時間會長很多 這是我們病人所用的 當然我會用基本的研療 很簡單的去看一看 我早期都不做很多這些 因為大部分人都應該可以的 但是最近我發現很多人都有些事 尿到有少許血 肝膽方面有些問題 有時候有些尿糖等等 我都會做這些基本的測試 當然跟進方面 有時候我們會要求他做食物紋筋測試 或者頭髮的重金屬 這些都是有機會處理的問題 當然這些都是不是一個侵犯性的檢查 如果有癌症 我都會驗一個HCG 是一個身體尿道的 看伸直的荷爾蒙 孕婦荷爾蒙 這裡讓我了解到 病人在這一方面的癌症 活躍的程度去到哪裡 除此之外 當然我有一個脊椅 所以有需要的時候 我會用脊骨神經科的手法 是條裏脊椎鬆問題 很多的痛症 我都會用這個方法 今天就有一個病人來了 10年前 10年沒有來了 我們那個file都已經廢了 回到後來 他就有牙膠 出現問題 他說四年前 在地鐵 有一個女人的手肘 撞到牙膠 導致之後 他的牙膠就很不舒服 他給我看 他說他擦不開 擦了一點點 他說四年前 他說四年前 我都沒有去過牙醫 因為沒有辦法 他擦不大 但是他不是去處理問題 四年了 我沒有說他很牙醫 因為我的口碼不大 當然他從東去西去 很多地方都試試看 結果他就回來了 我沒有見他很久了 好像八年 好像十年 零八年 我看過file都已經很久以前了 結果我就用了一種手法 我用同學療法 找一個療劑適合他 我會用一些營養素 例如MSM等類 我會用一些外用的DMSO 讓他的肝膜發炎的問題 可以舒緩 當然我亦有一種手法 叫Bowen Technique 我過去用在有些情況 避免這些問題 他做了之後 很開心 立刻舒服了 他第一句問我 他說你有沒有看過這些病 你問我這個說話 也有點奇怪 我30、36年行醫 其實什麼病 你想得到我都看過了 包括大部分 很多義難雜性 當然他很開心 我跟著安排他做一個微循環 微循環跟大家介紹過 其實身體的血液循環 當然是主導我們健康 但大部分一想到 血液循環障礙的問題 就想到心臟閉塞 心臟病 或者腦中風 這些腦的血液出現問題 或者出血 或者堵塞 其實大家沒有留意到 其實我們身體的 血液循環的血管裡面 佔大部分 就不是我們那個動物 大動物的植物 動植物佔30%左右 但其實佔得最多 是我們的微絲血管 你知道微絲血管 是包著我們的器官 肝那裡 什麼器官呢 其實最終是微絲血管 供應它 不是我們的大動物 大植物 如果我們的微絲血管 流量是弱了 有障礙 很肯定 你身體的器官 組織 細胞一定是有問題的 我這個工具 我會用在身體的整體 譬如哪裏有問題 我就用這個工具 譬如有病是牙周病 牙周病是很慘的 牙醫都說是沒得醫的 大部分人牙周病 都叫牙掉了 怎麼算好呢 我們會用這個 又是一樣的方法 推動牙周的血液循環 有些人有耳鳴 我們也是用這個方法 推動牙內耳血液循環的障礙 解決障礙 其實很多問題 好像今天有病 他也說到黃斑病變 黃斑病變其實是腦下的一樣 是血液循環的障礙 所以我們會用這些工具 除了這個所謂微循環的治療 我們也會用那個頻率 大家在299集 好像有一集裡面 之前我們也有提過頻率的治療 這方面的治療 英文書都有幾本在這裡 用頻率 當然早期的頻率是醫癌症的 其實頻率治療是大部分病都可以的 屬於一種叫做低侵犯性 也可以這樣說是一種科技性 但不是很高科技 但一種低侵犯性 這個也是用在很多很多病的方面 所以我們公司其實是有很多很多方法 還有在我們旁邊的健康店 健康店就是我的健康食物 就是我們的藥房 很多工具有二、三千多種的 和日常生活、飲食生活 是有幫助的工具 我們都放在那裡 所以你看到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在我們香港 大概是1986年87年開始的 我們也是一個很全眠 也是最老致號的 一間自然療法的中心 和我們健康店 都可以說是 目前應該是最長歷史的 工具其實很多 當然我都不斷去外國發掘 這麼多年來 袁醫生不斷把有效的工具 在海外、在不同的地方 引入香港 給我們的病人 我們去全面幫他們去搞好 希望搞好他們的身體 究竟好到多少 好像剛才說過 看看本身的病人 自己可以做到多少 那四個條件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很少失敗例子 但不是代表所有嚴重的病 我們都可以跟著得到 但起碼我們可以令到他活得久了 還有生活質素更好 這是我們非常肯定的 是的 我記得袁醫生之前提過 好像醫生在拉丁文上 不像我們現在說的醫生 其實是一個教授 導師 我們很多離身的病人 經常被迫要看書 看文章 大家不要介意 這是真正醫生應該做的 是指導你們 希望你們會保持腸部健康 所以我們很多病人 我們以前見過病人 很多年來 我們都沒有什麼需要 來找我們做醫病 因為他們的身體 真真正正是調理得很好 人與生俱來是有100個醫生 我們不要忽略我們身體裡面的100個醫生 就不要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吃一些很傷害身體的化學藥 令我們身體越來越糟 工具很多 還有一個就是太空少年精 一個前蘇聯的太空科技 我們都將它引進來 這個是對痛症方面 其實對整體的治療神經系統的條例 是很有幫助的 其實工具真的很多 這次只是跟大家略歷介紹 我們比較常用的工具 因為剛才提到頭痛 真的在都市人上 是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我們不用頭痛藥 像清水醫生這樣說 寫了一本書 要丟掉頭痛藥 你就會了 但是真正如果遇到頭痛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剛才袁醫生也介紹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 這些事情 以前我們也有專題說過 是的 之前也有專題說過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上我們那個網站 找回那些資料聽回 主要很多時候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都是關於這本書 《藥都不能吃了媽》這本書 可以提及到的 而作者也很強調到 剛才醫生有說過 很多時候出現問題 都是因為血管的受壓 受到血液不循環 不通 令到你出現各樣的問題 而去處理的時候 除了休息之外 去調理智慧神經系統 亦可以大大幫助到 加速傳遇的問題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袁醫生今天幫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在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